3月9日 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 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14位来自各界别的委员 围绕中国经济、科技创新、乡村经济、生态环境等话题 进行大会发言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 做了为中国经济投上信心一票的发言 他表示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任何变局都是危、合机、同身并存 应对得当将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 林毅夫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显著提高 展望未来最重要的仍然是要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 保持定力 抓住主要矛盾 找准改革突破口 就能解决自业发展的生成次问题 这是我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从降成本来看 目前已经为中小企业大幅减税 从补短板来看 可补的地方还不少 就产业而言 我国当前产业多数中低端 可向中高端升级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道奎表示 当前中国的经济面临成长的烦恼 成长的烦恼也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个头长得太快 难免不协调 不平衡 一些领域投资过多 产能过剩 一些地区生态破坏 急需修复 一些核心技术还没掌握 但是 必须看到 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在成长中得以解决 李道奎将中国经济比作战上全球比赛场 却遭遇前所未有对抗的大个子 面对成长的烦恼 中国可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第一 必须以冷静开放的心态 合理应对今日赛场明星的挑战 第二 狠抓改革 支持奋斗者 激励创新者 保护担当者 宣扬奉献者 这好比苦练运动员的腰腹核心力量 第三 久久围攻 做强做大 经济发展的底盘 同时 李道奎也表示 自己对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 中国 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只要我们抓住战略机遇 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的明天 一定会更加美好